我叫李岳陽 今年39歲 然後本身是一個隱性脊柱裂患者 他的症狀就是腳無力啊 下半肢或者是背後神經痛 我原本想說十幾年都沒有事情 應該是症狀滿穩定的 那在我36歲的時候 突然又發現說 就是腳突然沒有力 然後背痛越來越劇烈 我們的脂肪瘤還是有逐步在長大 類似中乳食的一個概念 然後還有一些泌尿系統的一些問題 之前都還穩定嘛 對不對 就是11月到現在開始變嚴重 我覺得你的走路就是身體晃得很厲害 對不對 很常見就是他神經又拉扯的症狀 這個病要有好的癒後事實上需要團隊的治療 對 來醫院有時候一天只能做一項到兩項的檢查 等待的時間事實上都還滿長的 那我這次做了七八項 膝蓋一定要去一些 沒辦法整個停止欸 需要滿多是精密的檢查 包含 MRI啊 還有那個 核子醫學 還有一些 腎臟超音波 尿路動醫學 神經電學 就是按照顧 就是那種狀況都還很痠 因為你沒有大腦的 就是大腦大概半年 他水和他比較多 來不及走到廁所 你應該延續的 十六歲 三十六歲的時候 都有開過脊椎手術 黃金治療期沒有做很好的治療 然後讓雙腳現在是沒有力 在這段時間事實上也調適了蠻久 包含要先接受自己必須要用拐杖 才有辦法做行走 這部分事實上也沮喪了比較久 會擔憂工作或者是小孩子要怎麼照顧 其實也有一陣子是在吃憂鬱症的藥 跟送女兒一起上下學 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時候 她女兒其實也很貼心照顧我 行動不方便的時候可以幫我拿拿東西 其實真的還蠻感謝她的 但她也因為這樣子她也是比童年齡更早熟 今天今天只是こんな人 回去 拜拜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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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